好,我們繼續賣家 我們來開一隻 GOLD SPIDER 這隻應該就是 Spider Grand 的Vanom化之後的樣子 我們先開盒 我們拆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首先,我拿回一隻舊的Spider Grand 跟這隻GOLD SPIDER 比較一下 其實細節的位置 它也做回軸襲 例如鞋子 那樣的東西 大小差不多了 本身這個 帽子比較大 還有它有一件Jacket 所以我看它是橫一點的 我本來有個翻文 看看吧 所以其實這個 大小差不多了 我和它靠近一點看看 先看看 好,裡面有一個頭 對了 就和 這件件 應該是黏著的 所以它的頭是 它的頭是 它的頭是 它的頭是動起來的 另外有一條很長的舌 我看見很多頭都是這樣的 它應該在這個位置 被你繞回腳 你擺的時候就不會太漏爆了 你看看 跟以往的女性的波子一樣 它也是 胸和腹中間有一個球形關節 本身的頸是有可動的 但因為底部的關係 變得幅度就不大了 你還要念一條舌 手 跟以往的女性的波子一樣 這隻手 因為是單關節關係 它只可以90度 手臂的位置 另外 手掌 都是小尺寸的 但是 有上下 關節位 腳 大腿一個 小腿一個 都是有關節位的 身膠比較紮實 另一隻腳 是雙關節的 所以是可以 合起來的 合起來 如果大家想的話 是可以拆到 一件 jacket 和頂帽子 不過 大家都 不會做這件事的 你都是為了個穴才買的 這次 就沒有跟到其他造型手 我們可以再找一些 男性 的身體 可以比一下 例如這個 也是 我們找回 Captain America 出來了 Phantom 化了 也是高了 我猜 半個頭 左右 一個頭 都是小隻 所以 今次 這隻 小隻 GOLD SPIDER 它跟著BAF 件 就是最大的 就是它的主體 以往 以往 Fandom 那些 BAF 件 通常 它太大隻的話 它 胸口 和背膠件 會 分開兩件 讓你拍起來 今次它又沒有 對 因為 它背走一件件 就是 Fandom 鋪把劍 是 可以拔出來的 我們待會 盒的時候 就可以再 玩一玩 多謝各位